好,我們上禮拜講了最後 原作運動跟那個... 萬有盈利、盈利對不對 好,然後... 回去的作業 上禮拜沒有搭到的 嗯?上禮拜我沒有搭到的 沒有啊,我還要全部私下 我沒有指教啊 我沒有指教啊 為什麼你沒有上禮拜呢 正經在講公務女人的部分對不對 對啊 有沒有預期? 沒有啊 我沒有 為什麼沒有預期? 沒有預期也要小聲一點 為什麼沒有預期? 講哪講 我是誠實的 不是,我是誠實的 休憶問誠實 哪有誠實的 我沒有誠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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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罵你,我再跟你講 好 正經在那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預期? 沒有預期? 小玉有沒有預期? 要看一下 終於呢 有沒有預期? 我在禮拜五之後就是禮拜六 而且禮拜五那天很忙 禮拜六、禮拜天 你們有待會就是 我都禮拜五看過 那不太容易預期嗎 禮拜 你有預期喔 我看過 回家 回家如果沒有課本 回家如果沒有帶課本回家 我有跟你講過 網路上有課本的位置 你知道嗎? 沒有,我不是有 你說這種課本 對,課本的檔案 我都放在網路上去 你是說在那個 清水的官網裡面 在清水的官網裡面 有自然科的介紹 各個介紹 自然科介紹 最上面很多連結 有影片的連結 蛤? 有影片的連結 有課本的連結 課本檔案的連結 你可以這樣找 你看好嗎? 好,那個 我們講公喔 什麼是公? 我們前面都講義對不對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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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 我們講運動學對不對 運動學 我們第一件事 要學什麼? 看 關臺的部體運動對不對 我們從他的位置改變 位置改變 我們可以得到了 速度 對不對 從速度改變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 可以得到什麼? 我們看到一個速度有改變 越來越快 或越來越慢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位置改變 位置改變 他位置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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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有改變 加速度對不對 好 加速度有 所以在這邊 運動學只要討論 我們在用的時候 大約用VD讀 對不對 VD讀來做討論 所以是 有運動的 他的速度會是多少 會大一點對不對 是在 這個線 速線上 這個T軸以上 就是速度大一點 T軸以下速度小鈴 對不對 小鈴代表什麼 小鈴代表什麼 什麼運動 方向不一樣 方向相反而已 方向相反而已 還是有運動 所以我們在講說 他速度跟速力的差別在於 速度是有方向的 他的絕對值就等於速度 還沒速度 沒速度 這是我們講的速度 速度是除了大小之外 他還有方向 那如果只看他大小的時候呢 他就只有速度 好 這個下雨邊 那個天氣好 應該等一下 就會飛出去了 下雨就走進來試 我怎麼跟你講 我一直看 小鈴代表 小鈴代表 可是蚊子外面有下雨 怕氣在啊 趙克 好 我真的 我跟蚊子 小鈴代表 小鈴代表 你自己說 不要幹話 你沒有這樣 不好 什麼事情啊 Fine OK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看到的在那是什麼運動 等一下速度運動 啊 等下速度運動 等減 等減 還沒有等減 等減 這樣子這樣等速度 都會一直維持嗎 我有斜嗎 那你等一下問一下 誰有斜 對不對 這是平常 這是用滴頭 等減 用滴頭 這是等速度運動 好 這個呢 等減速度 等減速度 你看起來手就要斜接 也是等加 但是它的輸出度 這個是沒有輸出度 那這是 負的加速度 假設我把這個 我看到這邊的加速運動 我把這塊面積錯過來 這塊面積就代表什麼 它在那一段時間所移動的距離 這塊面積錯 我們可以看到輸出訊息 那運動學結束完之後 就回到什麼 第1、第1、第1 是什麼 關鍵定律 關鍵定律告訴你說 合理回應的時候 運動中外不改變是哪一條線 1、2、3、4 4條線哪一條線 2條線等速運動 所以A就有距離 對不對 加速度可以 加速度其實是有方向的 加速度是什麼方向的 因為有方向嘛 對不對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譬如說 我現在有東西在跑 它會有這樣的一個 轉彎 所以我們推薦它 可以依照什麼樣的加速度 可是 這個方向的加速度呢 還是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第一個方向的加速度 A1 還是A2 A1 它有轉彎喔 這轉彎是什麼方向的加速 A2 對不對 A1只會讓它加速 它不會改變它方向 可是地球我以為 這跟地球沒有關係 沒有 你看地球 這跟地球沒有關係 地球是遠的 這個物體 它在前提的時候 它要轉彎 我們就知道說 它有收到一個 垂直方向加速度 所以加速度是有方向的 這樣意思嗎 知道喔 好 第二陰動經歷是什麼 就是 第一陰動經歷的相反 如果 第一陰動經歷的相反 如果 如果 它是 相對應 相對應的 如果 如果 合力 合力 再當地球 有 一个 usando 反應 看 地球 以及 你 悸 如果你 d 會等於 m a m 是這樣 a 是加速度 所以在這邊 m 是一個什麼 m 是一個係數 m 是一個係數 是一個常數 所以 m 跟 a 這個 a 跟 a 不會乘同的方向 我假設這邊有個像量 a 我的像量乘了 m 費 這個方向不改變 方向不會改變 它只變成在多一倍 多兩倍 多三倍 多四倍 多到 m 費之後 它就是一樣 它就變成 f 會乘 所以這個 m 也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跟它倍數 所以方向沒有改變 這個 f 的方向是 a 的方向 ok 這問題 第四 定中定律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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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打開了 我都打開了 第三中定律跟重力跟反重力對不對 重力跟反重力 每次一定反力有 好 這邊有一個 a 物質 這個桌面是另外下面有個 b 物質 好 看重力向下 有個重力向下 好 這時候 a 丟在 b 身上有個重力對不對 對 b 會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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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一個反重力 b 會給它一個反重力對不對 b 會給它一個反重力 那重力跟反重力 同時產生同時 同時產生1 a 放上去之後就產生一個重力了 同一點產生 然後重力大小相同 大小相同 方向 相反 就用在 不同 不同的處理上 a 都在 b 身上 b 都在 a 身上 然後就在同時 互相就互相 好 ok 所以這是 這樣嗎 對 對 我不知道做有幹嘛 那大 那今天我們講 圓動運動對不對 對 圓動運動其實跟剛剛那個類似很像 我們這樣子一個 旋轉的一個圓動運動 這個軸心 像畫我們這邊也是有點 我們從側方向看的圓 好 ok 所以它在這邊並動的時候 它切線放在這邊 對 這是一個垂直角度 它的速度是這麼快 在這些瞬間的時候 下一個瞬間它轉到這邊來了 對 它從這邊到這邊 速度是不是轉換 對 所以它受了哪方向的力 太快了 隨直方向的力 隨直哪個方向 我說的 跟這條線隨直在 嗯 當然不是喔 像心力喔 它跟哪個方向的隨直 隨直是圓 隨直於切線方向對不對 隨直於速度方向 所以它是在這邊受了一個力 對不對 剛剛運動到這裡的時候呢 它這方向這邊又受了一個力 這個力都一直指向什麼 圓形 直向圓形 所以我們說這個力調是什麼 向心力 向心力 來 來 來 這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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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畫成一個正緣的話 嗯 我們從正常看來看的話 它速度是這個問題 這個方向的速度 下一瞬間它的速度在這邊 下一瞬間它的速度在這邊 這沒問題吧 沒問題喔 好那它的力呢 它永遠都有一個 向著圓形的方向的力 這個力其實是造成它 繞著圓中 運動的結果 嗯 所以這力要做什麼 相心力 相心力 嗯 好 那 我們在講相心力的時候 就講到月球對不對 對 月球的時候不會飛走 它被什麼 被我們的 力球又萬用引力 拉著它 對不對 引力的方式拉著它 拉著它 所以這引力 就是這樣子 找到的 引力找到之後發現說 這個質量跟這邊的質量 之間會有一個關係 好 我們之間的這個力會得多少 這力就會等於 大區分之 R平方 M1 M2 你可以看到這個力 這個力 是跟質量成真比 跟R平方成反比 R平方 R平方是兩者之間的距離 兩者之間的距離 你距離越遠 細影越小 距離越近 細影越大 那為什麼R平方記不記得 不記得 不記得 我不記得 沒有記得 我們是想像說這個質量 它輻射出很多的引力線 哦 對 對不對 你的距離 有這麼大的東西 我在另外一倍的距離之下 我能得到這個限制時間 原來是十分之焰 對 它是隨著距離的半 隨著半進去增加 它會講 你方反比 OK Rs 你方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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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張 一起 好 這樣子我們就回到 新的 欸 這個會有引力出 對不對 再來背著這樣 真的假的 我以為你可以上 那時候就講什麼樣子 不行耶 好 這也很 好 我們講公 什麼是公 公 什麼是公 其實公在原理 前身公 公在英文字 他叫做walk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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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講walk walk walk 是走的嗎 好 walk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做了多少事情的意思 你可以這樣想像 我做了多少事情 今天有兩樣的功課 這個做了多少事情 這個事情 就可以這樣做做工 你看到多少事情 就把那邊搬過去 把那邊搬過來 就這樣做工 好 那 做工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 欸這東西很模糊啊 什麼叫做工 不知道怎麼去定義他 在數學上怎麼去描述他 或在物語上怎麼去描述他 你總是要給他一個數字嘛 你今天很辛苦 我做了很多工 你今天做了很少工 可是多跟少很難去 律定他 所以我沒辦法很清楚 所以那客人在想定義他 讓我們這樣能夠說出 同樣的 同樣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以前講說 我覺得很熱 的地方是我覺得很冷 那到底不用做 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用做第一兩 這個原來現在是38度 對於有些人來講 他覺得38度很熱 對於有些人來講 38度很熱 對於有些人來講 38度很熱 OK 27度好 27度 27度對某些人來講 可能覺得很熱 可能覺得蠻舒服的 27度還蠻舒服的 所以 謝謝 38度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自己去釘這個 釘這個 釘這個溝 他一個人左邊 他發現 假設我在地面上 要釘個釘子 釘個木樁進去 有紋 要釘個木樁進去 裡面 我就拿一個重錘 錘他 這重錘有瘦的滴性引力對不對 對 我們學過的 他實際上如果是M的話 他所收滴性引力是多少 MG對不對 MG G是什麼 G 就是重力加速度 我們前面是學過 A等於A 你收了一個加速度的時候 他就是有一個力 對不對 認了一個物體在空氣中 在地頭表面 他放下一定有重力加速度 這重力加速度多少 9.8 是G 這重力加速是G 所以我們習慣這樣 在地頭表面 認了一個物體 他受到多少的重力 我們就用MG來表示 2 對 OK 這樣重力 因為他受到一個MG的D MG是D 沒有問題吧 沒有沒有 沒有問題 他受到一個MG的D向下 好 那他落下的距離 叫做D 好 砰 打到了 這個步驟會掉進去 對不對 會爬到你們去 來 這重力會放下去 感覺聽得很實 怎麼樣 好 木樁會掉進去 這就是我們認為他所做的功 他掉進去的深度 打進去的深度 就是我們做的功 我們發現這個功 會跟誰成正比 會成比誰 跟D 跟什麼 D的強度啊 D的強度假設是一致的 就是說我這次做實驗一下 你做實驗D的強度是一致的 會用力跟這個 會跟誰 物體 會跟這個質量也沒關係 我今天拿一個大的鐵錘 大的鐵塊 跟小的鐵塊來比 誰可以把木樁打深一點 大的鐵塊 大的鐵塊 是MG 要大一點才能把它打進去 深一點 所以我們會正比我們的力 力就是MG 我們跟你寫的力來MG 會正比這個力對不對 或甚至你換個角度想說 我找一個人用鐵錘 很用力的敲 跟我親親的敲 是差別的深度的不一樣 對 那可能他一直打到D 所以他跟D 成正比 換問題 大概D成正比 這樣問題 好 那另外一個他跟誰 成正比 跟他 他是不是跟他的距離有關係 對 我如果從很高的地方掉下來 跟從低一點要掉下來 是打邊的深度不一樣 對 所以他跟我的距離成正比 那是什麼意思呢 當這個物體 他受了一個 有一個很大力 他做了這麼長的距離 到打到的時候 看起來做的功 可以做比較多的功 所以這個人 這個人叫做焦兒 焦兒他就做一個定義 他說 我認為啊 功其實就是等於F 乘上D 就這樣定義文 我知道他們兩個成正比 我的定義功這東西呢 實際上就是反力 升上他的距離 那這個距離跟功在同個方向 在同個方向 同個方向的距離 哦 懂你意思嗎 哦 嗯 我把這個板差 從這個地方 拿上來 拿上來之後是往那邊施力 往上施力對不對 我的位移要往上 所以結論是我對這板差不做工 有 有就有做工 我這板差放下來的時候 請問D性體對他沒有做工 有 有沒有 有D性體向下 他是D性體向下 讓他走到距離 他也有做工對不對 如果這個板差 有這麼多 如果這個板差 他是一個很大的石頭 我上次掉下來可能地板就被打破了 他的功就可以有能量 可以放出來 可以把地板打破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是工的意思 好 看問題 沒有 沒問題 好 那我們 看起來這樣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 這已經是定義出來了 那我們要想說他的單位是什麼 工的單位就叫交尾 就定他嘛 就定他叫交尾 一交尾等於什麼呢 交尾不是 交尾是電的單位 交尾是工的單位 是能量的單位 好 所以一交尾等於什麼 一交尾等於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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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尾的單位 他在看 D啊 D的單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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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V MV是什麼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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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方的單位 找不到最原始的MV 對不對 這誰提出來的 MVMV誰提出來的 牛頓 牛頓嘛 牛頓說出這個關係 喔 在牛頓喔 對 一牛頓的力嘛 一牛頓的力做用多少距離 你們認為做用多少距離比較好 他用交尾 我認為 你認為 13883 你覺得這樣沒好為什麼 沒這樣 13883 好 小孩會 我知道 你覺得小屁孩 媽的 你覺得會用多少這樣好 1公尺 1公尺 5公尺 5公尺 就是我們會習慣說 像在這邊 5公尺嗎 牛頓 一牛頓什麼叫一牛頓 應該是牛頓 什麼叫一牛頓 一個立的 一個立的讓我知道 他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叫一牛頓 我們要定一下的時候 定一牛頓 只要定一牛頓 一牛頓 就是一公斤動的物體 一公斤的物體 一公斤的物體 只要一公斤的物體 怎麼樣 我們看到他 移動了 產生了 他這個不能講移動 因為有加速不定的會在移動 他產生了 加速度 每秒每秒多少 9.8 不是9.8 每秒每秒多少 一公斤的加速度 每秒每秒產生一公斤的加速度 我們就說這東西 就是一牛頓 他就受了一牛頓的力 這個物體 是一公斤 如果他這時候受了一公斤的 一牛頓的能力在運作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很明顯會產生 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度 三公斤的加速度 或是一個角度 在空氣中 在空氣中 你看到有一個物體 他正在用加速運動 假設他加速度是每秒每秒三公斤 他的質量是三公斤 全然他受了多少力 什麼是一牛頓 每秒每秒三公斤 三牛頓 而且是三公斤 九 九 對不對 三乘三乘九 這樣問題 沒有 有問題 沒有 算是嗎 其實是 算是 算是 所以我們來這邊 我們在地球交流 是一樣的 就是地球頓 地球頓的東西 推了他 推一公尺的距離 我們就說是在地球頓 最好我們現在看一下路 拍個例子 好 我現在固體在這邊 好了你在幹嘛 反過來 對不起 坐這麼舒服 好 上臺 靠著 這東西 這東西 假設他是五公斤 我現在跟你推他 學會讓他多少力才推得到 五公斤 對不對 五牛頓 五牛頓 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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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不是你五牛頓嗎 到底是五 錯 錯 到底要多少才有推動 五交耳 錯 怎麼五交耳咧 你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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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多少力才推動 對 在這邊問回答 什麼 看摩他系數 我沒有給你摩他系數 只要多少公斤 繞肥 對不對 我沒有給你摩他系數 摩他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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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hist 摩他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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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他系追動 摩他系數 小白 對 真的嗎 小小 是跟他的彩子有關 跟彩子有關 彩子是mue嗎 大 對不對 大 然後mue要選到什麼 什麼 面積 重量對不對 像他的重量或是跟他的增加力 嗯 他增加力多少 增加力是 五 五牛頓 是五牛頓嗎 它增加力為什麼是五牛頓 它是五公斤的東西 五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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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斤重是多少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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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力頭表面嘛 它說的是什麼力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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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加速 所以到底是多少牛頓 你想像他 多少牛頓跟他的表面這樣 嗯 好說 不是啦 你 你看著我 我這樣子彈琴摸摸 看著我會不好意思 我剛才講 你還請摸摸 你要告訴我結果 我不知道 五公斤重 這個東西很明顯看得出來 我們現在目前整個班的程式 差很多了 當然增加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有些你回去沒有辦法復習 復習 沒有做作業沒有復習 你也不預習 你這時候你根本會忘記 那一天同學的觀察中 可是上一刻回去又忘記了 對 你上一刻回去就會忘記 更何況你都不復習 經過一個禮拜之後忘了更多 經過兩個禮拜之後忘了更多 我復習牛頓運動詞 什麼 我復習牛頓運動詞 那這是牛頓運動詞 我們要不是講 對啊 大概對一個一分鐘了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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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是怎麼意思 d 等於磁量時間加酊對不對 那這個a 如果是重量加酊 a會帶多少 會帶多少 還會這種 曲嗎 去 model是9.8 每秒都是9.8 對不對 所以1公斤重的物體 1公斤重是一種地 我們特養員講1公斤重 這個1公斤重 指的是地球表面1公斤 質量1公斤的東西 它所受的地心值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一公斤重會等於牛頓 如果套換成 牛頓一定要套到這邊來對不對 MG嘛 M多少 M是一公斤 G呢 G怎麼是1 G是9.8嘛 所以這邊是等於9.8牛頓 一公斤重是6.8牛頓 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 那這五公斤的木脊 在這邊它垂直向下的力 壓在這個表面上的力會壓多少牛頓下去 5乘上9.8 5乘上9.8 是不是 就49.6 49.6 是不是 不知道 裝得出來 裝得出來 好 這個是你們要學習一些數算吧 來 9.8乘上 乘上多少 5 乘上5 乘上10 乘上10 乘上2 5 5 應該是49 應該是49 好 49 好 所以你乘上這個9.8 4.98 乘上2 4.9 49 哦 好 真的耶 對不對 所以你乘上50 要先把他先除以2 類似的概念 好 49 所以49 牛頓是一樣的下面 所以我需要多少 1才可以動它 至少多少力才可以動它 至少多少力才可以動它 是不是乘上 乘上 49 乘上0.3 乘上49 倍率多大 嗯 好 好 好 呃 是不是大概是15左右 差不多 欸 你弄到我的 我真的十分機了 唉呦 對不起 就是50嘛 對不對 就是50 對不對 我們吃幾乘就是不覺得等於50 對啊 我們都只能出來三十 四點多 蛤 4.7 呃 好 14.7 對 14.7 所以我需要14.7的力才確定它 這麼低 至少 好 假設面三是我們所謂的動摩擦係數 動摩擦係數 然後我現在推它的力其實是 我們用一個整數啊 其實是15牛頓 15牛頓的力才可以動摩擦力 最大的動摩擦力 然後動摩擦力是15 因為這是動摩擦係數 所以是15 我現在第一步我用的是 20牛頓在推它 請問一下這東西可以產生多大的加速度 5牛頓 我是不是20要先點下15 沒有有差一次 所以我是不是事實上只有5牛頓在推它 所以5牛頓在推5公斤的東西 可以產生多大的加速度 所以我回來了 A等MA對不對 你不知道要用什麼 A等MA嘛 我們需要知道加速度 我們要把力 去跟質量 來做換算就好 質量去除以m 對不對 所以A會等於什麼 F除以m 是這樣子 所以是 多少 5除上多少 5除上5就好了 1 所以加速度等於多少 加速度1 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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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用這個東西 用這個力 我推它 我推了 10公尺好了 我推了1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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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做了多少公 10 怎麼算 10怎麼來的 10怎麼來的 啊 不是加速度 做了多少公 做了多少公 應該用誰 5 我們才剛講完啊 5喔 公尺交文嘛 這個是誰丟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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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是什麼 5乘上10 5乘上10 為什麼是5 因為他這個加速度 他這個牛肉是5啊 他牛肉是5 不是喔 20的喔 我用了20的力在推它 好 20的力在推它 對 我推了多少 10公尺 對 所以我的公尺多少 200 公等於F乘上E 對不對 F是20牛頓對不對 乘上D是10公尺 所以用了200 我套了200交文 我套了200交文 我套了200交文的公 作用在他身上 但是事實是 所有的公都讓這個物體加速了 是喔 因為其實摩擦力靠了這麼多 這是摩擦力做成複功 摩擦力是往後方向在施力 對 對 這施力方向是15牛頓 對 所以摩擦力做多少複功 嗯 其實我去講複功是因為 他的力的方向 跟他前進的方向是相反的 是不是 是相反 所以我們這個 一開始做複功 是150 他做了150交文 所以真的結果 這個物體會得到50交文 可能不一樣而已喔 我們兩位來講這些事情 所以在這邊我提一個概念說 一般來講我們對物體做功 我們對物體做功 我們對物體做功在做什麼事情 我譬如說這個東西 這樣掉下來 他掉到我手的那一剎那 是不是重力對他做了這麼多的動 對 這麼多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時候 假設這是一個大石頭 龐大大 打掉我手頭就會痛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大石頭掉下來的時候 為什麼我手會痛 我如果直接放在手上 我不會痛 這根最後一根反弱 這根最後一根反弱 因為他很大的勾 很大的勾 很大的勾 在瞬間他示範出來 就變得很大的力 這時候我手就會痛 我們講說受力 受力的效應可能 一個是改變速度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產生形變嘛 那再最後一個呢 第三個我講 根本沒有多了 會造成破壞 對不對 假設是一個雞蛋掉起來 卡過了 對不對 然後就造成破壞 那這樣不就形變 是形變 其量破了不就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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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了它其實伴隨著它間諜被打斷的能量 不只是形變 形變是可以測量的 形變 我們剛剛講形變說 我覺得變形會再回復的 叫變形 可是被破壞的不一樣 永久形變 對永久形變 對 就破壞了 你要做低一點 因為長到誰 你長太高了 喔 好 所以我們在看這東西掉下來那一瞬間 是不是它變了很多的能量 這能量怎麼來的 能量 這能量怎麼來的 自然產生 這能量怎麼來的 這能量怎麼來的 為什麼它有量 因為它掉下來 因為它掉下來 因為它被作弓 它被作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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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通常來講 把弓是一件事情跟能量 你看 會畫上去 就是說我對這個物理做功 譬如我好像把這個物理往上抬 我需要做弓 有 我做完弓之後 它能量增加 有 它能量增加 有 這段距離要是位移 這是它一個位移 所以當我之後方站下來 它就把位移再放成洞 掉下來打到什麼 還是什麼動力去 因為它洞力很大 打到手順 它把洞力釋放出來 然後變成力 最後在我手上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轉換 所以我 被這個位移轉換成 動了 動了打到手 所以但是我在做弓給它的時候 我在施力給它的時候 把它舉起來的時候 這一瞬間所做的是弓 會變成它什麼 變成它的能量 一般來講做弓跟能量 事實上是一回事 是同樣的東西 但是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種主持 主動跟被動的概念 我 推了 重力一把 你要坐下來 我推了重力一把 重力會被我推動 它變成有速度 有速度的東西 我就說它有動的 有動的 正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你可以看到 我只要對它做弓 它就會改變它的能量 簡單來講 我一直摩擦 會不會生熱 是不是產生能量 我在摩擦的時候 比摩擦在做弓 有在做弓嗎 你看我的力是不是要往前推 我的力是不是要往後推 我是不是在做弓 我做弓的過程當中 工全好摩擦的效應 所以它轉換成摩擦力 轉換成它的熱能 跑掉了 所以我們所有做弓的過程 都在讓別人的能量發生兩遍 有感覺嗎 有感覺嗎 說有嗎 有沒有感覺 你沒有感覺就說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你想看我把一個橫筆丟出去 對不對 我必須把那個橫筆丟出去 分別有沒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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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有速度 分別有動能 有 就有動能 是不是 所以我在做弓的時候 讓它產生能量 能量的變化 所以一般來講是說 弓 事實上是等於Δ1 Δ1的意思是等於變化量 Δ1 能量的差異性對不對 能量的變化量 所以我們在講說 假設這邊有一個系統 它本來的能量是Δ1 我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它的能量變成Δ1 它中間產生一個Δ1的變化量 好 我就可以知道 這東西被做了多少功 Δ1 就是Δ1的功 不是Δ1 懂嗎 懂嗎 這樣沒有比 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這個系統 本來它的能量是Δ1 對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能量會有Δ1 對 但它的 它的能量差等於Δ1-10 對啊 我就說 我可以說 在這個時間之內 它被做了多少功 Δ1 這樣會比 還被做了這麼多功 你這樣會比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 呃 因為我們還沒學動能 動能還沒學 所以我們 這個部分我們先保護到這邊 明天我們可以 下一次禮拜我們可以去討論這一關 把它轉換的能量再做一個計算 好 好 各位我們這邊講到說 齁 有講到說 那我一個人如果拿著一個 拿著公司包 那我這樣走 走走 結果這公司包沒有被做工 這做工之理 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有提起來嗎 可是我走的方向是本的方向 但是沒有做工 你會覺得這不合理 你覺得這不合理 不合理 不合理 我如果這是一桶中的水 提著它 很辛苦的 走了這麼遠 然後放下來 在還沒放下來之前 我提到這裡 手還拿著的時候 你跟我講說 其實你說做虛工 你根本沒在做工 我就跟你辦理 對不對 我明明提了這麼重 剛剛一口那麼遠 為什麼沒做工 他沒做工也可以 很簡單 怎麼說 你看喔 我提了這龍水 它是一個能量 對啊 我走的這麼遠 停下來 它能量沒有增加 沒有 能量沒有增加嗎 對啊 那你做多少工 是不是 對不對 剛剛好有問題 他為什麼沒有改變啊 我今天會覺得要提在這裡啊 對不對 你提的這個高度就是手的高度嘛 那我提到 我走了一段距離之後 停下來 對不對 他這水的高度還是一樣啊 我怎麼做工 有啊 你把他提起來的時候有 那只有提起來那你上來 對啊 還是有嘛 對不對 放回去呢 你放下去就對了 還是有啊 你把我應該放啦 放下去不是有做工嗎 是動人啊 放下去是做復工嗎 你還是做了嘛 所以正攻跟復工就抵消了 又沒有做工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我從這邊 把他這水的高度 一起來 我是做了正攻 因為第一的方向 跟他位移的方向相同 對啊 做了正攻對不對 假設你只說 欸 其實這是什麼做工 比我做了工 可是我開始走動 走到這邊 我把它放下去 放下去那一剎那 我的力還是向上喔 是吧 你是提著他嘛 所以你力一定向上 對啊 放下去 那位移方向是跟這邊講的一樣 我差勢的力量跟 貴的方向相反 是做復工 所以復工的代表 就是剛剛你提起來的工的代表是一樣 可能不太厲害 這底箱這樣 是不是 所以結論是 我這麼辛苦 搬了一個水頭 或提了一個石頭 或拿個什麼東西 從來走來走去搬來搬去 我沒有做工 事實上這邊是有 有一點點 誤會 事實上做的工 都消耗在我們哪裡 都消耗在我們哪裡 我自有做工 你看 我開始 好 就像我媽拘起來了 拘起來是有做工 我到這邊去 又把他放下去 光是拘起來跟放下去 是有做工的對不對 對啊 可是 可是你看 那個水頭本身 他沒有能量差 他能量沒有差 所以功能跑去哪裡 功能跑在我身體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我要消耗的熱量 因為關節 關節跟關節之間要一夠 我只擋他們的摩擦力 我都需要做工 我都需要施力 這個力 關節中間的摩擦 就把我的耗 耗掉熱量跑掉了 我在消耗的能量 都在這邊消耗掉了 所以 是有做工 但這工 不會在水頭身上展現出來 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看到的工是 你好像說 我今天做了這麼多事情 可是我看不到結果 事實上這結果 事實上很多時候 是沒辦法被呈現出來 譬如我用一部車子好了 我們來一部車子 嗯 一部車子在跑 他為什麼可以跑 It's longing 為什麼車子可以跑 因為他有引擎 引擎 引擎什麼 汽油 引擎汽油才能爆炸 然後推動活塞 讓活塞去推動虛軸 去領手 讓虛軸手旋轉 旋轉再動輪胎跟這個引擎 輪胎跟地面有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產生反送力 就可以把它推動了 對不對 對 是不是這樣子 好了 現在是你知道嗎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推動一部車子 事實上大部分的能量 都消耗在哪裡 摩擦力 都消耗在摩擦力 曲軸手跟周承中 也有摩擦力 輪胎跟地面有摩擦力 所以每次跑完之後 一段時間 你去摸那個輪胎 燙個 因為他一直在摩擦 摩擦成這樣 摩擦成這樣 好他就產生摩擦 所以 所以真正讓你的車子 前進那個動能 那個動能 大概只有 炮掉燃燒所需要的能量 化學能的30% 所以其他其實都是 摩擦力 都是摩擦力 甚至我現在開一開 我速度很快對不對 我到目的地又怎麼樣 要煞車 煞車 煞車靠什麼 摩擦 就把你後面的動能 就全部摩擦掉了 所以基本上開車的過程當中 都在耗的大部分 是把它放成熱能 這個摩擦力現在要70% 就變成熱能跑掉了 跑去哪裡 跑去空氣中 跑到空氣中 跑到空氣中 跑到瑜伽中 這熱能就跑掉了 所以事實上我們 你就在消耗這個能量 把它充 有能量 欸欸欸欸 你又弄到我攝影機了 噢 噢 所以我們上課做好像不行 欸很痛苦欸 你幹嘛躺這樣子 講那麼多次了 每次上課都要躺這樣子啊 哪一個我後面才躺 沒有可以啊 我說每次上課 我不說這一次 沒有 上課我還沒有 上課可以支持 還沒有嗎 上課我是這樣 然後你跟我笑 我真的要上課會支持 可是你才沒有啊 我說真的這樣子 但是也先開心支持你 好吧 歡迎你手會掉到這邊 好啦好啦 OK 我們先上課這邊 基本上大家就結束了 結束經驗進步 所以你們要去思考一下 是功跟能是什麼關係 功是